周一到周五锁定新闻大白话 YouTube频道为您带来最新政治平息和大选风向 4点35分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 这一段节目我们要继续讨论的 就还是国民党内 现在大家很担心的 就是假设郭董都对大家已读不回 对韩国瑜读不回 对大佬已读不回 然后都不要出面团结协调的话 会不会最后还是让国民党出现了分裂的状况 因为他不喊和 就某些程度来讲就是分 可是没有办法 他在意的那个心结打不开 好像感觉没有解放 也难怪找这么多人去讲都没有用 是据了解 说这个韩国瑜请了国民党内的许多的前辈 数得出来的 我听说的包括有连赞 包括吴伯雄 他都请他们要去跟这个郭台铭联络 可不可以打通一个管道这样子 但好像真的都不回 不晓得了 是已读不回还是说他有偷偷看一下讯息 然后不是他要的就没有 所以昨天在这个柯P要阻挡的消息 昨天下午传出来之后 其实国民党内的人也都很担心 很担心就是说 万一这个柯P阻挡真的呼唤了郭台铭 就郭台铭跟柯文哲合作了 这下可真的是原子弹 党内人士昨天就说 党内坚信郭台铭不会脱党 正如郭曾经宣示自己是忠贞党员 是对国民党有承诺的 现在就是不断的温情喊话 郭东啊 郭东啊 你有听到吗 你以前讲过这个话 你要记得吗 这样子 那你说吴敦义呢 有人也有说吴敦义 你要赶快想办法 但是吴敦义的回答竟然是 我没有办法跟他通电话 因为我没有他的电话 你相信吗 怎么办 他说但是我有跟郭的朋友说 企业有成就对国家忠诚 对党有善意跟肯定 所以不希望在韩国 已经这个出现之后分裂 希望他能听到 我的肺腑 良言 郑重思考 那我说真的 假设吴敦义他真的有电话 然后也被已读不回 当然不能拿出来讲 所以不如说我没有电话 还是因为都没有回 他就说可能这号码是错的 可能有可能 换电话 那马英九大家都说 马英九应该是跟郭台铭 是交情最好的 那马英九你要不要来帮忙一下 很低调 麻办很低调 没有回应这个问题 但是他之前说我相信郭台铭 这个能够顾全大局 他说他是热爱中华民国 热爱国民党的党员 那他也说了 韩国瑜今后如果任何需要帮忙 不会客气 愿意全力助韩 不要客气 不是不会客气 绝对 不要客气 愿意全力助韩 那其实韩国瑜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你赶快帮我跟郭台铭说 我觉得其实他们见面 应该是多少有讲到一点 一定有 只是现在就是重点是 他就不回 就不回 不回怎么办 你看 可能要请妈祖来 也是关公 这些可能都不够大咖 他说韩龙斌现在因为他是国民党副主席 由他协命代表国民党中央负责 跟郭台铭联系沟通 但是郭台铭其实昨天才回国 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是没有进度 好那你看这个是谁 虎哥周西伟 他说既然是马英九跟郭龙斌 把郭董请出来参选 那么他们两个人应该要负责 把他拉回党内 但他们两个其实也没有不负责 只是现在还是要看一下 郭董的心情 这个叫什么 当局者迷 来看一下旁观者 也没有亲 但旁观者是酸 旁观者自己不是问题一堆 但旁观者还是要去关西人家的家务事 他说只要韩国瑜一日 副手人选不定 就代表党内对韩国瑜信心不足 他认为抽韩换谁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徐永明倒是觉得 郭董冲连署有两层的意义 他所谓冲连署是 他没有阻止他的粉丝团帮他连署 郭粉冲连署 对 他觉得这是一方面给国民党压力 看看有没有可能换过来 或者是为自己独立参选做准备 所以这个别家的人 别人看到都说他就是这样了 国民党内还在坚信 他不会再参选 最后那句倒是有点道理 对不是换他 反正就是他要自己选 要不然就是做这个连署来做准备 这个确实有点道理 所以徐永明 可能看自己家务事看也不轻 但是看别人的事就比较 看得出道理来了 但是还是要问一下虎哥 虎哥 虎哥在我们现场 因为他说现在要让马英九 跟郭董冲连两个负责 把郭董拉回来 你整解 怎么处理现在 我觉得他们俩本来就应该负责 当时应该是他们俩最主要的 请郭董出来的 这次的国民党的初选 我要坦白讲 在我们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有哪一次初选办得像这样的公平公正 跟公开的 没有了吧 没有 所以这个初选的结果 大家应该都要心服口服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差距又这么大 17% 很大的一个差距 我想在这个阶段里面 郭董会不会一定质疑要选到底 我认为他不一定了 因为他是有智慧的人 大风大浪都看过 整个大局都看得出来 而且自己讲的话 应该也都会愿意去兑现的 可是盛长你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 要给他一个下台阶 那马总统你跟他特别熟 你跟他那么熟 你当初也请他出来 那你也觉得当时韩国瑜 可能应该留在高雄市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就去好好跟郭台铭谈一下 你当初请他出来 然后现在他初选败了 那你要好好去安慰人家一下 然后同时给他有一个台阶下 你马总统出面应该是最适当的 那另外一个还有郭龙斌 郭副主席 我也都觉得 你们当初也出了很大的力量 那在国民党里面也希望能够 郭台铭能够出来参加 参加这个初选 那现在这个初选结果之后 我相信你也应该要 出来协助郭董 让郭董有个台阶下 我一直在讲 郭董可能想要下 可是有很多人不让他下 这个坐轿的人想要下 台轿的人可能不想让他下 所以在这个中间 有许多的地方 应该都要想办法出点力 让郭台铭有一个台阶可以下轿 现场之前在这个初选阶段 我们跟你视讯连线的时候 你都说你觉得郭董不会脱党参选 但你刚刚是说不太可能 不一定脱党参选 我还是认为 我还是认为郭台铭不会脱党参选 我到目前为止 我还都认为这样子 我认为柯建民的民众党 台湾民众党 柯文哲 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 我觉得有点像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社 我觉得到最后还是柯文哲自己出来选 如果今天拉个郭台铭 我觉得对他帮助不大 因为郭台铭整个的走势 他还是忠贞的国民党党员 他热爱中华民国 他怎么会出来帮你柯文哲去打 打到最后以后 蔡英文如果赢了的话 中华民国不就要被你搞灭亡了吗 所以我觉得 郭台铭帮柯文哲的几率也不大 柯文哲只是想拉抬一下热度 因为他现在逐渐在冷却当中 我觉得他拉抬一下热度 阻个大 然后请郭台铭出来代表他那个党 出来选总统 母鸡带小鸡 我觉得就是这个策略而已 但是你刚刚提到什么 抬轿跟坐轿的人 但万一抬轿的人抬一抬 真的把轿子抬到柯文哲那里去 你觉得怎么办 就看这个中间 有没有办法把它拦截下来 哗哗大叫都有人抢的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是 让郭台铭有一个下轿的机会 轿子抬得高高的 没有一个下轿的台阶也不行 现场其实 对不起我再问一个问题 这个因为现在基层 从昨天听到柯P阻挡这件事 很多人真的就是觉得很焦虑 然后觉得现在时局真的很乱 甚至有人会讲说 弄到最后会不会变成重演 2000年当时连颂分裂 这样让蓝军重创的一个情况 你觉得目前的情势看起来 跟这个20年前的这一场 连颂之争 当时的情况有类似吗 有可能重演吗 还没有到那样的状况 我觉得还没有 往后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在以前每一次败选之后 我到地方上去走 不管是基层海外的侨胞跟台商 他们都跟我讲一件事 如果你们国民党不团结 我们就不会把票投给你们 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这次郭台铭跟国民党分裂 那很多人都不会投票给国民党 因为你们自己都不团结 你们自己只为自己的利益 然后会造成分裂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里面 国民党的党的中央 甚至前总统 奥农兵副主席 我都觉得你们应该出面了 否则你们就会让国民党分裂 会造成这个事实 然后就会败选 各位要晓得如果再一败选的话 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 他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站出来 赶快努力了 去跟郭董好好的谈 然后让郭董不会出走 我也希望韩国瑜在这个机会 能够跟郭董也多聊一聊 因为我觉得郭台铭是有能力的人 所以在未来的选举也好 在未来的政府里面也好 我觉得郭台铭应该要有一个 很重要的位置 然后发挥他的专长 那这样一起互相合作 对国家来讲是一个福气 对郭台铭来讲 我也觉得是四三四所 他这样的人才 应该可以好好发挥出来 虎哥那请教一下 现在大家说这个 包括这个郭董他的幕僚都说 因为有一个心结 没有办法打开来 有些开始揣测这个心结是什么 甚至有人觉得说 郭董跟蔡英明之间 有这个首富的心结 也还没有解决 那你觉得是这个问题吗 是这方面的问题吗 那所谓的这个心结 到底要怎么化解 往往我们在讲心结的时候 它可大可小 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巨大的 借口跟理由 也可以变成一个转环的 化解的那个小圈圈 我都觉得这句话讲出来的话 要想问一件事情 郭台铭这么大事业的人 这么成功的人 而且经过大风大浪 这么多的人 你想会为一个心结 看不开吗 我觉得不是 大家千万不要低估 郭董的智慧 我只是觉得说 在郭董身边的人 千万不要一直去怂恿郭董 要脱离国门党 要独立参选 或者跟柯壁在一起 我觉得身边的人 你们应该要负起责任 让郭董能够运用 他自己的智慧 去解决现在的问题 现场昨天郭董的飞机 等于说他之前 也沉淀了两个多星期 昨天的飞机回到台湾了 从昨天到今天 郭董也都没有现身 也没有任何的回应 您觉得 大概从昨天他回来之后 多久的时间 会是最好的一个处理的时间 因为这当然越拖 多久越夜长梦多 你觉得你的评估 大概什么时间之内 做出一个 比较进一步的回应会比较好 我想柯壁抛出阻挡 然后蔡英文现在 撕烟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都不应该去 模糊掉这些焦点 应该让这些新闻继续下去 所以我觉得郭董 他可能还要再过一点时间 等到这些事情都比较明朗化之后 我觉得郭董在出来讲说 我支持韩国瑜 而且我会全心全意 照我所承诺的 出来支持国民党提名的韩国瑜 出来打赢这场选举 我郭董是热爱中华民国的 我相信郭董 他绝对会有这样的一个胸襟气度 更有这样的一个理想 那如果这样他这样做 我相信国民党不断可以团结胜选 更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对郭董的尊敬会更增加一步 所以其实你也觉得 不应该push他说很短的时间 可能也许真的要再给他 长一点的时间 让他再想清楚 我觉得其实他 他非常有智慧 而且像他过去做的事业这么大 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的 能够收集到所有的资料 然后选择一个 对他最有利的一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郭董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好好去思考的时候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应该多鼓励他 大家应该多给他打气加油 因为郭董一直是我们心目中 最棒的那个很成功的人 所以他的能力也是大家所看到的 大家应该好好的正面的去鼓励他 所以县长也是在温情喊话 郭董 对 很正面 听到了吗 但是县长我再问一个问题 这是时代力量的立委徐永明 他当然自己家里也很纷扰 但是他觉得 如果韩国瑜的副手人选 一天没有决定 那就是代表党中央 党内对韩国瑜的信心还是不足 所以还是存在所谓 换掉韩国瑜 换另外一个人 到时候选总统的可能性 你怎么看他这一段外人 外人的看法 那就是亲切乱乱讲的 这就是乱的 乱过敏动的 我觉得这些人根本就很无聊 这个副手谁讲说在报名之前 什么时间一定要决定 没有的嘛 只要报名之前能够决定就好了 那这个副手的选择 我觉得韩国瑜也会非常非常的慎重 我们大家经常讲 韩国瑜的副手到底应该是谁 我觉得各行各式的人都会有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对韩国瑜会有最大的加分 能够有互补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需要这些人去操心了 我觉得即使这些太监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 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种推断 甚至去造成国民党里面好像不团结 不支持韩国瑜会随时把它换掉 我觉得这是老招了 上次的换柱的事情 国民党已经牢记这个教训了 这是老招 国民党不会听你讲的话去上当 但是我必须要讲 它要破坏韩国瑜的形象 用这一招可能会有效 所以我觉得大家听听这些人讲的话 听过就把它丢在水沟里就好了 好 谢谢县长 谢谢伍哥 谢谢伍哥 伍哥拜拜 拜拜 所以刚才县长好正面好阳光 非常阳光 一直都是这样 他一直都是这样 他真的是温情行话 这个比这国民党人士的温情行话 还要更温情 要大家鼓励郭董 给他这个正面的能量 可是因为答案还没揭晓了 这个阶段先温情 但是其实县长也讲 大家好像都很急着逼郭董要表态 但他说其实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不如让司烟案好好地再被办一下 这也不错 对 这个提议不错 但是除了郭台铭之外 国民党内还有一个人 王金平 大家现在都很关心他的动向 尤其是他到底要往哪边走 他受访的时候也针对说 是不是有跟郭跟柯合作的可能 会不会托党参选呢 他都有逐一的回答 现在还没有成型吧 是有些人在做这方面的一个预测 你越远说就是郭台铭在出选之后 就我们明确的跟你们说过 说他要选到底 然后你也在郭台铭出的期间 四处为他奔纷这样子吗 这个都是空穴来风 根本在他出选之后 都没有跟他 这个做过任何的联系 这未来的事现在都还未可知 那跟柯文哲合作呢 是一样 因为今天那个柯文哲你说 就是他大概9月的时候 要宣布连署 宣布会不会选业联署 差不多要期用了 那院长有自己的打算 9月有机会说发动什么 已经有很多人帮我连署了 不是我发动了 不是自动自发 来连署的这些支持者 应该已经完成很多的连署了 所以你确定是要就是 导臣的事情 没有这回事 没有脱党的事情 那所以明白说 因为安全的那个时机点 会在什么时候 宣布在这些事情 没有我说过 还是我继续行走基层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那柯文哲有跟你联系过吗 还没有 有不在约了吗 没有直接面对面的约 没有直接面对面的约 所以他们合作的可能空间会是怎么样 不知道 会来会不会参与就是台民党的预计 应该不会吧 不是国民党人怎么会去做这个台民党的事情 那目前支持国民党退出来的参选人吗 谁 支持国民党退出来的总统参选人吗 这个我们要大家团结 就是团结 团结来支持中文化民国 来吧 明天地的这些 还会不会参与 还会不会参与